古代社会中,寒门学子要想走上试图,唯有通过科举考试,才是其唯一的途径,在科举考试中,如果能高中状远,那就可以平不清云了。 不过,对于古代考生来说,如果能考中探花,更是人生一大幸事,简直比中状远还要高兴,这又是为什么呢? 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。 根据历史的记载显示,我国的科举考试是从隋朝开始的。 当年,隋扬帝登上皇位后,他为了选拔人才,特意开创了科举考试,从此之后,科技考试一直延续了下来,经过历朝历代的完善之后,到了清朝时期,就已经非常完备了。 对于明清时期的考生来说,要想高中状远,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考生需要通过院士、相识、会士,并在皇帝组织的电视中考中第一名,才能被授予状远。 在清朝时期,参加院士的考生多达几十万,在如此众多的考生中摘得第一名,其难度可想而知。 因此,从这一方面来说,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科举考试,其实一点也不为过,考生通过院士后,就被通称为秀才。 他们虽然没有任何官职,但已经拥有了一些特权。 比如,可以开办学堂,不用缴纳赴税,即便建了支县,也不用下跪,秀才通过乡试后,就被统称为了举人。 他们不仅可以吃朝廷的俸禄,而且还会担任地方的小吏,也被老百姓称为官老爷,举人通过会试后,就被称为共识,级别更高了。 享受的待遇也就更好了,共识通过电视后,就被称为了进士,他们中的前三名,分别被称为状元。 榜眼和探花,实际上,在宋朝之前,科举考试中并没有探花,只有状元和榜眼,皇帝召见前三名的时候,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别立于状元两侧。 他们作为状元的陪衬,就相当于两只眼睛一般,所以也被称为了榜眼。 待到放榜之后,朝廷会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,邀请所有的上榜进士们参加,在宴会中,需要找一名长相英俊的进士给状元献花。 所以,这场宴会也被称为炭花宴,到了献花的环节,也是整场宴会的高潮部分,进士们不仅要比美,同时也要比试才学,为了在达官贵人们崭露头角。 各位进士无不跃跃欲试,他们使出了平生所学,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将来铺路。 最终,那位风流倜傥的进士,会捧着一束娇艳欲滴的鲜花,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献给状元狼。 而他也会被称为炭花狼,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,炭花逐渐成了一个名次,他代表着科举考试的第三名,逐渐被历朝历代保留了下来,到了明清时期考中炭花的进士,甚至比高中状元的进士还要高兴。 这又是为什么呢?因为前面提到了,炭花不仅拥有很深的学问,而且还是进士当中的炎制担当,所以他们更容易受到达官贵人的关注。 如果幸运的话,被当朝皇帝相中招为了驸马爷,更拥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,从中大家也可以看到,无论是在现代社会中,还是在古代社会中,炎制都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天然财富。 即便不能被皇帝招为驸马爷,同样会被皇帝特别关注,因为皇帝也会对形象好的人才另眼相看,这本身并不奇怪,在乾隆时期,曾经有一位才高八斗的共识,他的名字叫刘凤告。 不过,刘凤告的外在形象并不是太好,他甚至有些丑陋,所以乾隆皇帝并不待见他,在电视时,乾隆皇帝为了让刘凤告知难而退,还故意出题为难他,可没想到,学识渊博的刘凤告, 最终还是凭借自己的满腹经伦,让乾隆皇帝彻底折服了,虽然刘凤告最终证明了自己,但不可否认的是,因为颜值欠缺,所以刘凤告才遭遇了诸多磨难。 从中大家也可以想象到,又有多少拥有真才实学的官员,因为皇帝的偏见而被埋没了呢,实际上,电视成绩放榜的时候,同样会有很多达官贵人关注考试成绩,他们不为别的,只为了看一下谁考中了炭花, 因为这些达官贵人家中有待出格的女儿,他们也想把炭花招为自己的女婿,毕竟大家都知道,炭花不仅拥有真才实学,而且外在形象也非常不错, 对于这些朝中新贵来说,即便他们不能被皇帝招为驸马爷,如果能被达官贵人挑选为女婿,以后飞黄腾达也并非难事,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,考中炭花的近视,要比考中状元的近视还要好一些, 在我国历史上,炭花被招为驸马爷的例子不胜枚举,在明朝时期,浙江渔谣人谢批就曾经考中了炭花,并被明孝宗招为了驸马爷,到了清朝道光年间,江苏宜征人谢曾同样考中了炭花,并迎娶了道光帝的妹妹,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驸马爷, 当然,除了炭花之外,也有很多状元狼被招为了驸马爷,他们不仅受到了皇帝的青睐,而且仕途更加坦荡,也是其他官员无法比拟的,对于古代学子们来说,他们当中的很多人,可能寒窗苦读数十载,最后连秀才都没能考中,也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,根据以上的介绍,相信很多人也看到了, 在我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中,除了状元之外,还有榜眼和炭花,值得大家关注其中的炭花,因为外在形象较好,所以更容易受到达官贵人的青睐,他们进入官场后,平步青云的机会更多,所以考中炭花的近视,有时候会比状元还要高兴,如今,科举考试已经成为了历史。 不过,现代的考试制度中,同样有着科举考试的影子,也帮助很多韩文学子,改变了自己的命运,在历史上,许多著名的政治家,文学家,学者都曾经是汉林术吉士,比如明代的小神童张居正,他在年纪22岁时,就被授予术吉士的身份,之后更是一路高歌猛进,最终成为了明朝的首府宰相,他的政治智慧和改革精神,对明朝的发展,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 还有清代的准圣人曾国藩,他也是通过科举考试,一步步走上仕途的巅峰的,作为汉林术吉士的他,不仅学识渊博,而且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,成为了清朝的中兴名臣,除了这些历史上的名人之外,还有许多其他的汉林术吉士,在各自的领域,取得了卓越的成就,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有所作为,还在文学,艺术,科技等方面,做出了重要的贡献,可以说,汉林术吉士, 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最为璀璨的一颗星星,他们的存在和贡献,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总的来说,古代科举考试中的近世身份,无疑是世人们追求的最高荣誉之一,而状元,榜眼和探花,作为近世中的佼佼者,更是享受着无与伦比的尊容和待遇,他们不仅获得了接近权力核心的机会,更有着广阔的仕途前景,和无限的发展空间, 然而,即使获得了如此优越的条件和机遇,他们仍然需要不断努力和学习,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脱颖而出,成为真正的国家栋梁之才,而那些普通的近世们也不必气馁和灰心。 虽然他们可能无法向状元,榜眼和探花那样直接接触到权力的核心和高官后路的待遇,但只要他们肯努力,有才华,有担当,同样可以在基层岗位上做出卓越的贡献,并逐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。 毕竟,在古代中国的官场中,除了出身和学历之外,更重要的是能力和实践经验,只有那些脚踏实地,认真工作的人,才能最终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,成为真正的国家栋梁之才,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,经过唐朝的完善和发展,逐渐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,科举考试分为相识,会试和电视三个阶段,通过层层选拔,最终脱颖而出的前三名,被称为状元,榜眼和探花。 在古代科举考试中,探花狼的选拔标准,除了要求文才出众外,更注重仪表堂堂,风度翩翩,这一不成文的规定,源于何时已无从考证,但在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中,却留下了许多蛛丝马迹,据说,在唐朝时期,每当科举考试结束后,皇帝会亲自在琼林院设宴款待新科进士,在这场宴会上,除了状元备受瞩目外,还有一个特殊的环节,就是挑选探花狼。 被选中的探花狼需要骑马游街,采摘名花,以彰显其风采和荣耀,中了探花之所以会比中状元还要高兴,主要是因为探花狼不仅代表了文才出众,更象征着美貌与才华兼备。 在古代社会,颜值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本,一个英俊潇洒的探花狼,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关注和赞誉,甚至有机会得到上层贵族或皇室的青睐,这种青睐可能带来更好的仕途机会和更高的社会地位。 例如,历史上的某些探花狼因为长相俊美而被选为驸马,从此平步青云,飞黄腾达。 此外,中了探花也意味着考生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,这对于考生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荣誉和骄傲。 在唐朝时期,有一位名叫崔护第一世子因为长相俊美而被选为探花狼,据史书记载,崔护不仅文才出众,而且仪表堂堂,风度翩翩,他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后,受到了唐朝皇帝的青睐和赏识,皇帝甚至亲自为他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,这让崔护感到无比的荣耀和高兴,在古代科举考试中中了探花之所以会比中状元还要高兴, 主要是因为探花狼不仅代表了文才出众,更象征着美貌与才华兼备,这种不成文的规定反映了古代社会对于颜值和才华的双重重视,也使得探花狼在科举考试中具有了独特的魅力和吸引力。 尽管科举制度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,但探花狼的故事却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,成为了古代科举制度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